大力震卻意外的让台湾的渔民 捡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三天前高雄陵园外海 出现了大量的红山鱼 渔民一天最高可以补到个1000公斤 一公斤可以卖250块 这样算一算一天就25万吗 红山鱼会出现在近海 鱼会推断应该就是大地震 把海上相往的结构给破坏 而造成了红山鱼大量的流出来 清晨刚捕到的红山鱼 渔民忙着装箱准备出货 三天前不常见的红山鱼 突然大量出现在林园外海 可能台湾的鱼会流下来 不过其实没流到那多 刚才就是在冰箱是这么多就可以了 对对对 我这一天就很脆了 这里几十多 渔民们一天最高可以补货 上千公斤的红山鱼 鱼会猜测可能是日本大地震 引发了潮流 把海上相往养殖的结构破坏 成群的红山鱼因此大量流出来 红山鱼学名金线鱼 生长于海洋40公尺到220公尺深的地方 分布在西太平洋 非常有经济价值 这种鱼人说鱼金鱼头 有的时候两三百块 没有在照也是两三百块也有 红山鱼一公斤最高可以卖到250元的价钱 一天一艘船大概可以补到40公斤 一趟就有一万元的收入 日本大地震意外把销往震破 台湾渔民们可说是捡到一笔意外之财 总统新闻 翁崇文继博士高雄报道